麥靈嶺2017大預餐 舒淇胡亨宜 明年生雞B 今年猴年 預圈裏面有不少女藝人報起 宣佈自己有生意 排隊3B 好似37歲的陳敏之日一索德藍 預產期是今年12月 兩年為老婆Tina 預產期是明年2月3月 39歲的謝安期 預產期是明年4月5月 黃曉明和Angela Baby亦都做人成功 而36歲的貝安期和28歲的趙節儀 亦都準備明年生雞B 真是過不起了 除了以上幾位之外 剛新婚的胡亨宜和舒淇 還有今年42歲的徐浩映 還有40歲的Gigi 又有沒有機會生雞兒子雞女呢 其實舒淇是最高幾乎今年有的 因為她在雞年的時候 她是合了自己的出生日子的月份 這個叫含提江 年又合 月又合 當然要跟回中國傳統 最重要是處理得低點一點 即是有的時間 譬如到了15個月才公佈 那就安全一點 但是似乎那個有喜的成數是很高 因為她年和月都近過流年有合 而且她是熟農的 農和雞是特別合 如果有喜的話 亦都是特別開心 和王自己也有合 至於娶本身而言 在這個年份裏 要加倍努力 因為純粹以命論命 是不容易的 反而去到再要過多兩年的機會 就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很想有的話 似乎在緣份方面都要刻意遷就一下 譬如在中秋節 中秋節後一個月 那些時間會高一點 所以雞翅呢 由於她又是熟農的 在這個年份裏 亦都是相對上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譬如在鴕皮尼來說 在雞年對她來說 都會是辛苦一點 所以她要預算 如果上胎可能坐得很舒服的話 那胎都會是頗辛苦的 至於肯兒 其實在這個年份裏 都有些機會 而且她自己的命格來說 都是有受過的 那其實雞年 九年 都是機會比較高的年份 那應該是不難的